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岛内民代补选倒数四天 台南第二选区国民党籍候选人谢龙介和民进党籍候选人郭国文战况激烈 为了挺郭国文 赖清德 蔡英文这些民进党大佬清朝出动帮忙复选 民进党的重量级复选有可能力挽狂澜吗 台南这块最绿的绿地若失守将给民进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台湾资深评论员唐湘龙 李孔志带来深度分析 印巴局势紧张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既与巴基斯坦总理和联合国秘书长通话后 3月11号又致电印度总理莫迪 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印巴冲突 土耳其在印巴之间调停作用多大 印巴冲突后续走势如何 时事评论员叶海林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两看世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陈恒南 3月10号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 并发表重要强化 其中的对台部分 引起广大台湾同胞的热烈反响 当听到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并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时 大家纷纷期待 两岸能尽快像一家人一样来往生活 听到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曾经担任金门县副县长的吴承点感触很深 因为他很清楚 这几十年来金门人的生存和发展 离不开对岸的协助 所以我今天身为一个金门人 就这两件事情 一个小山通18年 一个饮水成功 我就觉得是对金门来讲是何其有限 福建对我们进一步的关怀关心 我们感谢 我们很期待 是希望做一个福建的一份子 让我们福建能够更多的发展 夏京两岸生活圈俨然成型 金门人现在开始期待 将来两岸能够通电通气通桥 现在厦门不在修结业系统吗 我们叫地铁我们叫结业嘛 你不是修到那个大登岛吗 因为机场在那边嘛 你再往前修一点就到金门来啦 都一站而已啊 那这一站有多远 没有多远 所以如果能够从大登岛 那个地铁结业 再加一站到金门来 它是有轨的准时安全 新党主席郁慕明说 他很高兴听到 习近平总书记10号明确指出 福建要成为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福建跟台湾的关系 根据他过去的这个血缘啊 地缘啊文源这些 那福建跟台湾的最接近 所以让福建成为台商台胞台生 登到大陆的第一家园 那有第一就有其他 所以到各省 都是中华儿女的家园 但是因为地缘的关系 所以福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非常重要的平台 因为它成为两岸交流的第一家园 对于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在台北的台商们深有感触 他们赞叹福建为台企登陆做了很多服务 期待这个家园的建设 能让两岸民众更加融合发展 把福建当作第一家园这个构想是非常 对台湾大部分的同胞都是非常贴切的 那尤其是在长照安养的部分 那很多老年人他能够在退休 或者需要安养的时候 将来也可以把那个这边福建当作第一个基地 它在语言上面 在饮食上面 在家属照顾上面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这是福建跟台湾之间最适合的第一家园的一个地方 专注于打造安养长照服务的台商彭苏敬感慨 福建和台湾有着天然的五元连结 如今要打造成台胞台起登陆的第一家园 台商们期待能获得更多政策红利 已经在大陆打拼十几年的台商邓志勤认为 过去的两三年里 他感觉在产品进出口营销以及金融等企业经营方面 已经越来越方便 近年来我发现到福建到福州全州甚至厦门 其实我发现比北上广还要来的发展性还要来的大 第一个交通非常方便 从这里到厦门就等于是我从台北到高雄一样方便 这个对我来讲本来就是一个家园 因为同文同种然后居住环境然后市场 然后现在的不要说会台政策 整个市场的运作的资源其实都很大 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让邓志勤决定落地厦门 和他一样长期承接两岸交流活动的旅行社业者彭广正 也在去年将公司落地在厦门 契机就是大陆出台了31条会台措施 福建方面实施66条实施意见 让他享受到充分的政策红利 可能以前我们要去台湾企业要去标在大陆标案子的话 因为台资会有一些受限 但去年来讲的话就开始台资可以参与很多公共政策 这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福祉 因为台胞企业可以参与到大陆这个 尤其是福建地区的一些公共采购的政策 来台湾的一些参访交流 很多部分我们可以直接参与 不用再透过中间商去做这样一个工作 彭广正说 他深切地感受到福建和台湾 正在从文创农业和教育等各产业 进一步深化融合发展 习总组也讲到说 两岸融合的问题 我们也非常认同这样一个理念 因为敏台毕竟是最近的一个两个省份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台湾同胞更认识福建的一些企业 跟福建的当地的居民 了解到两岸的合作模式 甚至一些生活的一个方式内容 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我们 要积极推动的一个目标跟想法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也引发了在厦门台胞的热烈反响 受访时台胞们纷纷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温暖人心 潜词造句很用心很周全 让他们深有感受 台清范江峰来厦门已经十年了 也开拓出了自己的新田地 他现在负责台湾青年来下创业 当他们的创业经纪人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 他觉得台湾青年应该更有信心 积极地拥抱大陆市场 总书记第一个他不断体现了 对台胞的这个热切的关怀之外 那他也希望能真的鼓励更多的台湾青年 到大陆来发展 希望各地政府能出台更多更细致 更适合各地台胞的一些举措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总书记是用种很温情的呼喊的方式 希望能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来去发展 和范江峰一样 不少台胞也表示 习总书记的讲话 坚定了他们扎根福建 追求两岸更好融合的决心和信心 一直以来 大陆出台的31条会台政策 福建省的66条实施意见 都让他们感受到大陆对台湾的暖心 置身于两岸经贸文化 人才交流融合发展的趋势中 听到总书记对于福建的期许 尤其是要把福建打造成为 台湾同胞来到大陆的第一家园 那我相信台湾人听到 这样的期许之后 就会更有信心 更愿意也更加踊跃的来到福建 然后在这边追求美好生活 也享受到美好生活 针对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 提出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 今天应勋表示 近期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的 种种行径 本质就是破坏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前景 抗拒两岸和平统一大势 谋求台独分裂 其不断肆意攻击大陆 欺骗台湾民众 煽动两岸敌意 升高两岸对抗 恶化两岸关系 是在拿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 做赌注 捞取选举私利 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 一党之私 陆委会更是变本加厉 处处设限 站在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对立面 极力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时走好的步伐 只能是躺币当车 不自量币 我想再次强调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是我们一贯的基本方针 一国两制 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势 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 会充分吸收 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 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 任何逆潮流而动的台独分裂行径 都阻挡不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另外有记者提问 对于3月11号至12号 所谓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 在台举办 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 布朗贝克与会 对此有何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表示 外交部已就此表明我态度 我要重申的是 我们坚决反对我建交国和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选好算六贵福 全国连锁信任者选 本栏目由六贵福珠宝具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新闻 明代补选倒数四天 台南第二选区的战况激烈 对于日前国民党籍候选人谢龙介 抛出了任何政党都不是台南人的老爸 这一说法 民进党籍候选人郭国文回应到说 台南人不欠民进党 但是国民党欠台南一个道歉 谢龙介隔空炮轰民进党说 把民众当土包子 他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政治口水了 赶快拼经济 要有一点反省的能力 民进党台南市民代候选人郭国文表示 过去一些候选人说台南人不欠民进党 确实台南人不欠民进党 而且民进党很感谢台南人的支持 但是国民党欠台南一个道歉 过去在台南 国民党为台南做过什么 除了在议会杯葛 好不容易争取到的700亿元新台币预算 对这个城市进步有帮助吗 而赖清德日前在为郭国文 服选的时候也称 谢龙介是信口开河 卖的柚子远低麻豆柚的市场价格 将会造成麻豆柚市场被破坏 让农民血本无归 对此谢龙介回应道 柚子连不连价 不要再把大家当土包子 民进党要懂得反省 现在大家生活不好 不要再讲那些政治口水了 谢龙介强调 农民渔民都很生气了 基层都那么生气 民进党还在争一口气 可是我们的经济都快断气了 郭国文还指控对手谢龙介 称其货卖大陆是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 是危险的 并称谢龙介畅衰台南 放毒的是他 解毒的也是他 对此蓝营台北市议员游书会审比喻 台南市长是民进党籍 台南五个选区 过去的民代也全部都是民进党籍 不就是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吗 游书会指出 卖水果拼外销 照理讲应该是执政党要做的事 应该是黄伟哲市长要做的事 谢龙介身为一个民代候选人 他愿意帮忙卖 而且落实卖 还要被质疑 卖得不够多 卖得不够好 民进党你们是不是搞错角色 民进党上下都在为郭国文辅选 11号蔡英文到善化清安 帮郭国文辅选 拜托民众投票给郭国文 而继日前赖清德声称 民进党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后 民进党建民代管壁 11号替郭国文站台时 也大打悲情牌 让郭国文当选好不好 拜托大家绝对不可以沦陷好不好 对于管壁林的悲情牌 台湾网友纷纷表示 有需要这么悲情吗 幸好我们高雄换人了 氛围都不一样了 沦陷不等于郭国文 我晕了 一个台南明代就可以搞到沦陷 这 还有网友说 郭国文要落选 才有机会进台当局 因为落选必升官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台北影博士 诗元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贺南 首先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为了挺郭国文和于天 像蔡英文苏贞昌赖清德 卓仲泰这些民进党内台面上的大佬 是清朝出动帮忙复选了 蓝营也是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看看国民党 在台南第二选区的一个表现 谢龙界我们感觉 他有一点把当时韩国瑜 在高雄选市长的时候 那一套搬过来用 在这么绿道出支的地方 好像绿营的铁票仓也挺受用的 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主要关键还是两个面向 一个是从老百姓来看 老百姓人心思变 这个地方的老百姓 多数以台南第二选区学甲 这一代大概都是以农鱼木为主 过去国民党在90年代以前 靠着黑道金权地方信用合作社 农鱼会来掌控的地方派系 这样一个运作模式 不在以后就变成完全以民进党 为权力核心的一个执政团队 那么这一次他们才是忍受不了了 他们的农产品没办法顺利的 能够好好卖到好价钱 那么生活过得一年不如一年 更严重的是看到这个高雄 临近的高雄 好像在这几个月间 短短几个月间 成了台湾瞩目的焦点 好像高雄真的经济起来 老百姓真的好了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那种 接地气的表现 老百姓人心思变的一个心情 是这一次这个谢龙介学韩国瑜 能够在这么深绿的票仓 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第二个原因是 老百姓也开始反感 政党二职竞争的一个后果 那么民进党执政的思维 民进党这边执政 20多年了都没换过人 那么他们的心态 就在政治的意识上 政治的理念上面是用意识形态 台独跟这个核能 是他们牢牢不可破的两个神主牌 他们永远反核支持台独 可是这样的一个 牢不可破的神主牌 却对台湾未来的发展 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还更重要的是 这是理念层次 我觉得在他们执政的态度上面 最近韩国瑜讲到一句话 我想深深打动人心 他说鬼混的政党应该下台 鬼混的政治人物可以下台 各位可以看到施政的品质 陆陆续续发泄在高雄市 不只是路上有5000个坑洞 听说地下韩馆 有1000多个破洞 今天才发现 那么这样子 长年累积的执政的经验 不能给当地民众 带来比较好的生活 我想这时候 民众就会试着要去反扑 反扑就表现在 这个星期六的选举上面 所以说再多的花言巧语 也是抵不过 踏踏实实的 让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 能够过上富足的好日子 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继续海峡新概念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今天上午在台立法机构 备询的时候 他表示 如果说明代补选结果 对于民进党不利 那民进党就要更加谦卑地去检讨 觉得这话很耳熟 谦卑检讨好像已经是民进党的口头禅了 想请教一下唐先生 他们一再的这样又谦卑又检讨 结果怎么样呢 那这蔡英文的口号 蔡英文之前就讲过 就是说因为他们2016年大胜 蔡英文的那个口号 在当时听起来其实也是动人的 要谦卑谦卑再谦卑 好 那一个胜利者 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姿态是讨好的 那个是一个战略的姿态 我不能说他错 可是终究政治是每一天day by day在进行的 那拖了几天之后 大家对于那种的感动的温度降低了 终是会回到现实 回到现实之后 大家就会回到一个基本的 对于人事物的判断的基准 就是听起言观起行 你说谦卑 我听到了 你说要检讨我也听到了 可是谦卑跟检讨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落实 你有没有落实在谦卑跟检讨上面 我看你怎么做我才知道 一方面11月24号之后 不管是蔡英文讲话 不管是苏贞昌讲话 苏贞昌以一个超级败选 选票输最多了输了30万票 结果回头来当行政院长 华丽转身了 你认为那还叫做谦卑吗 那还叫做检讨吗 你根本从他的用人上面来讲 你看不出来这个党 有把败选当一回事情 民进党最近的一些政治动作 包括准备在立法院里面 所完成的修法 你看到他针对核能政策的问题 他仍然是一意孤行 把他的党意凌驾在民意之上 谦卑 检讨 听听就好了 这个党我认识30年了 没有所谓的谦卑检讨 好的 谢谢两位嘉宾的解读 那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贺南 好 谢谢台北演播室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印巴局势紧张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继于巴基斯坦总理和联合国秘书长通话后 3月11号又致电印度总理莫迪 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印巴冲突 土耳其在印巴之间调停作用有多大 印巴冲突后续的走势又将如何 时事评论员叶海林 为您带来独家观察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陈可南 选好钻 六贵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下面我们进入今日关注环节 印巴局势紧张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和联合国秘书长通话后 3月11号又致电印度总理莫迪 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印巴冲突 埃尔多安及其他各国领袖 与国际组织都敦促印度 与巴基斯坦双方能够尽量克制 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为全面战争 据中心社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与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电话中商讨的 土耳双边关系 以及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印巴近期冲突的内容 近期印巴局势紧张 2月14号 硬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爆炸袭击 至少40名印度中央后卫警察部队士兵身亡 宗教武装组织 穆罕默德军宣称实施袭击 2月26号 印度空军战机越过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 轰炸穆罕默德军 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营地 触发印巴武装冲突 2月27号 巴基斯坦军方称 当天击落两架通过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侵入的 印度空军战机 并抓获一名落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 印度空军飞行员 不过巴基斯坦随后向印度移交了被俘的 印度空军飞行员 以展现和平姿态 此后对于空袭造成的损失和被击落飞机的数量 双方各指一词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北京演播室 我们要请教在那里的时事评论员叶海林先生 叶先生您好 我们要和您共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印巴局势紧张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与巴基斯坦总理和联合国秘书长通话后 3月11号又与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 土耳其为什么能够去承担印巴之间调停的角色 并且印巴冲突持续了这么一段时间 我们想请教您 您对于解决印巴冲突有怎样的判断 没错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很好 和印度的关系也不坏 但是仅仅是靠这种关系上较为不错 还不足以让土耳其去发挥这个作用 毕竟印巴两国至少白产方面 希望这个国际社会去调解印巴矛盾 但印度是坚决拒绝的 印度表示印巴问题是双面关系问题 不需要国际干预 这个立场不会因为土耳其而改变 所以我想那么埃尔多安虽然表明了有这个热情 愿望也是好的 但是实际上的效果恐怕不会像土耳其所想象的那样那么容易 那么埃尔多安更多的来说也不是真的要解决印巴关系问题 他只是在国际舞台上要彰显土耳其影响力而已 但是这种刷存在感的这个行动 效果恐怕是比较不令人满意的 那么至于说到当前的印巴关系 应该说印巴矛盾既有结构性的 也有双方的政治需求 结构性的矛盾就是克什米尔问题 是一个基本上无解的问题 而印度马上要在4月开始大选 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双方的政节就会更加的难解 在目前的这个选举气氛下 莫迪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想让这个印巴关系转圆 我想在短期内是不太现实的 另外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印度大选将会在下个月来举行 莫迪所在的人民党 在最近的民调中是止跌回升了 那有分析就认为说 这是因为在印巴冲突中莫迪的强硬表现 那也有印度媒体刊文认为说 印巴冲突啊 其实只是本届大选其关键作用的15个因素之一 好 我们想请教您 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说法 首先我们要看到印度大选 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选举 这个选举民众所关心的问题 是五花八门的 从这个国际关系到门口的水沟该不该挖 那么印度的民众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任何一个政党 想在这样的一个选举当中 提出让所有人都满意 或者大多数人满意的真刚都非常困难 印度人民党在上一轮大选中气势如虹 而这一轮选举应该说 莫迪在2018年底的这个武邦选举当中 人民党已经吃了很大的亏 所以莫迪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去参加这次全国性大选的 那么在这个全国性大选的各种参数当中 一个就是意外事件 就是当时的印巴关系问题 但所谓的意外事件 但实际上从过去几次 印度大选前夜的这个印巴关系当中 这好像也不太算是一个意外 那么此前也有这样的先例 这是一个因素 那么更重要的因素 当然还是印度国内的经济问题 民生问题等等 莫迪希望通过在印巴关系上示强 表现强硬立场来这个在国内赢得支持 这个动机很自然 但是至于说这种支持能不能够凝聚起来 那要看印度民众怎么去阅读 2月14号到2月27号 印巴的这种军事上的对抗 目前的这一次选举 对于印度人民党和莫迪来说 都是非常坚决的挑战 即使在印巴关系上 那么莫迪比现在表现的还强硬 印度军队取得一些战果 恐怕也不能够从根本上 让人民党在大选之前感到信心满满 好 谢谢叶先生的分析点评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号 在其社交网站推特上宣布 将从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中 撤出所有剩余美国外交人员 这一动作预示着什么 我们稍事休息 一段广告之后带您了解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陈恒南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 栏目官方微信号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今年1月23号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领导人 瓜伊多自封临时总统 获得美国政府承认 为逼迫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台 美方不断地加大 对于委内瑞拉的制裁力度 即1月28号 美国财政部宣布 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后 美国财政部本月11号 又宣布对一家俄罗斯和委内瑞拉 合资银行实施制裁 不仅如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号 还在其社交网站推特上宣布 将从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中 撤出所有剩余美国外交人员 近期美国政府已经不止一次 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 今年1月23号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 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 自封临时总统 获得美国政府承认 1月28号 美国财政部宣布 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 为了逼迫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下台 美方不断加大 对委内瑞拉制裁力度 另据报道 委内瑞拉多地 于7号17点左右开始停电 网络通讯 自来水系统 加油站 地铁和机场服务 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此次停电是自2012年以来 委内瑞拉时间最长 影响地区最广的停电 报道称 委内瑞拉陷入停电状态后 自8号起开始停工停客 目前尚无人知晓 此状态会持续多久 此外停电造成实物稀缺 民众也不得不排队 购买水和燃料 在委内瑞拉与蔓延全国的 大停电艰苦斗争之时 该国反对派领导人 瓜伊多表示 希望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为支援大会主席 卡维略10号指责说 是美国政府 让和政治毫无关联的 委内瑞拉人民 陷入了没有电力供应的困局 不管是政府的支持 还是反对派 他们都毫无差别地陷入困境中 为应对此次停电 委内瑞拉计划部11号宣布 委内瑞拉政府将采取 四项重点措施 即优先保障医疗服务 启动特别计划 保障家庭用天然气 使用水罐车 向全国供应饮用水 通过地方供应生产委员会 实现基本食物配给 就这个话题 我们还是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叶海林先生 叶先生我们要继续请教您 委内瑞拉的大停电 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影响 那为反对派就希望 国家进入到紧急状态 好 为什么反对派 要提出进入紧急状态 这对于反对派来说 有怎样的好处呢 请教您 这个瓜伊多之所以提出 要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实际上是要求 委内瑞拉议会授权 给他的这个临时政府 去这个解决 所谓电力冲突的问题 而所有的人都知道 委内瑞拉的大停电 完全就是西方国家 在背后的这个技术上 颠覆马杜罗的一个手段 那么这个手段 实际上瓜伊多不但知道 而且瓜伊多 当然也明白 这样的一个手段 能够由美国开始 也能够由瓜伊多上台来结束 所以他要求授权 给所谓临时政府 实际上并不是说 临时政府有技术手段 能够让停电结束 只不过临时政府上台以后 去威胁委内瑞拉国家电网的 这些境外的力量 就会罢手 那么问题就会告一段落 这才是瓜伊多政府的 真正的运行逻辑 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 两重的政治考量 第一个就是 如果委内瑞拉国会 真的去授权给 所谓的临时政府的话 就意味着说 国会进一步确认了 临时政府是一个合法政府 对马杜罗的合法政府 会构成更大的挑战 第二点就是 如果这种授权能够成功 那么瓜伊多在带领 以民事政府的总统的名义 再去跟西方谈 那么西方自然就会停止 去破坏委内瑞拉的电网 那么委内瑞拉停电 就可以恢复 使得委内瑞拉民众认为 瓜伊多能够解决问题 这是两重考量 这种考量 对于瓜伊多来说 可以说是他回国以后 想到的一个办法 或者是有人受益给他的办法 但问题在于说 这两重考量 无论哪一点 都跟委内瑞拉的现行的 宪法体制是相去甚远的 那么委内瑞拉的国会 即使做出这样的认定 那么委内瑞拉的最高法院 能不能认可 也是一个问题 委内瑞拉的老百姓 买不买账 也是一个问题 当地时间12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其社交网站推特上宣布 将会从美国驻 委内瑞拉使馆中 撤出所有剩余的 美国外交人员 好 这预示着什么 请教您 应该说撤走使馆的全部人员 有两重含义 这两重含义是截然相反的 一重就是美国认为 委内瑞拉的局势 已经进入僵局 那么下一步 需要再评估一下 再想新的办法 而这个时候 美国不愿意 把使馆人员留在加拉加斯 让委内瑞拉政府 有机会去重新掌控局面 这是一种考量 另一种考量 则是为接下来的 可能的军事入侵行动 做准备 那么要避免美国 驻委内瑞拉使馆的人员 成为这个委内瑞拉军方 扣押的人质 我想这个考量也是现实的 两重因素都有可能存在 对于美国来说 现在是一个举期不定 或者是一个战略判断的过程 美国需要一段的时间 去权衡 如果瓜伊多 不能靠通过大停电 那种方式来颠覆 破坏社会秩序 然后颠覆委内瑞拉政府的方式 上台 美国是不是要直接军事干预 这是摆在美国面前 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毕竟从今年初开始 一直到2月23号的 所谓的全国的 这个大规模的对抗行动 那么反对派在国内 显然没有占到便宜 那么这一次的大停电 它的后果到底怎么样 也是美国现在说不准的 有可能会 使得美国际上陷入混乱 那么为境外势力干预提供机会 但也有可能会使得 美国民众进一步看清 看清美国扶植的 这个反对派 到底是什么样的祸色 所以美国也需要一段时间去评估一下 但总之 现在的美国可以算是骑虎难下 但也可以说是眼而不发 取决于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决心 到底有多大 以目前的形势判断 那么美国是可能进一步 加大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压力的 好 谢谢叶先生的分析点评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 栏目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 海峡五报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 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jtv.net 或者手机下载海峡TV客户端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会这样的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